道路上的訊息要提醒我們的用路人注意的是 就在今天上午9點多 谷關道離山的中橫便道8.2公里处 也就是青山電廠附近發生了大規模的灘坊 也因為這起山崩谷關道離山的這個道路 全線道路目前呢都是中斷的 來囉 從畫面上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 數量驚人的砂石由上向下砸落到地面 造成了瞬間的煙幕瀰漫 而這個地點呢 就是在離山中橫便道的8.2公里处 也就是青山電廠附近 不過還好的是呢 這起灘坊目前呢 並沒有傳出人車被砸中的消息 但是呢要提醒我們的民眾 到現在為止呢 還是不斷的有灘坊在發生 也造成了谷關道離山的交通 全線中斷 目前的公路總局還在持續的搶修當中 提醒如果有要行進這個路段的駕駛朋友 最好可以避開 繞道而行